由洛杉矶驿站美术馆 美国中国画学会 中式艺术 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 共同主办的 红波朱万章中国画秋水文章作品展 日前在洛杉矶隆重开幕 精湛的作品吸引了大批的民众前往观摩 红波朱万章中国画秋水文章作品展开幕的当天 南加州各界政要 包括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朝五领事孙伟东 三代博市市长廖清禾 圣马利诺斯前市长孙以金 以及旅美华人众多的乔首团负责人 各历历现场致贺 并为作品展开幕剪彩 首先请与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住洛杉矶总领事馆 向开幕式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时向两位艺术家 红波先生和朱万章先生 表示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通过这次画展 以这次画展为平台 能进一步弘扬我们中华文化 推动中国画艺术走向世界 同时也会进一步增进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江南主持了当天的开幕仪式 两位画家高超的技艺 赢得了所有嘉宾们的高度肯定和赞许 来自中国的画家 朱万章所画葫芦 大笔粗豪 色彩名利 知数天真 充满文人意气 趣意昂然 以心运笔 以意味上 极构装法 头头是道 颇有以弊执述虚异的风范 葫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它是葫芦兽的一个象征 是一个吉祥文化的一个代表 而荷花是百年好合之意 通过葫芦和荷花的这样一种合作绘画 既是我们两人艺术合作的 这么一个成果的展示 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吉祥寓意 著名利美画家洪波 号出海棠族 其画风清新鸿厚 气韵生动 他用中国画的技巧绘画美国山水的作品 以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并获得美国政府剁下嘉奖和中国侨办的表彰 媒体盛赞他为中国画新古典主义代表画家 中美文化艺术交流大使 朱万章先生是很著名的一位学者 书画建长家 美术评论家 也是画家 我觉得跟他一起连长 特别是有荣幸 中美两国的艺术大家 在同一画面里协作 尽心地把自己的理念倾诉其中 诸连逼合着作品 让观摩者赞叹不宜流量万还 汉天威斯记者王博明 乱级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